對 民進黨一黨獨大之後 權力一把抓 沒有什麼不敢做的 面對蔬師他們永遠就是 不認錯 不道歉 不改正 永遠就是直路為馬 顛倒是非 硬拗到底 其實疫情爆發之後 人心不安 那人民需要快篩沒有快篩 需要PCR PCR量能不足 需要疫苗沒有疫苗 甚至傳出疫苗前課 從中發國難產 這種事情怎麼能私了 薛任元你丟出疫苗前課的話題 那你就要講清楚 跟社會有清楚的交代 你到底是坡份 還是有所本 陳時中昨天甚至說 韓國的例子 韓國的例子跟台灣完全不同 台灣根本沒有依照 國際商務的規範去採買疫苗 中間還有人上下其手 才導致沒有買到BNT 結果陳時中你在過程 百般的阻撓 薛任元你反過來指控 這些民間團體是疫苗前課 根本就是直路為馬 顛倒黑白